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专国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身陷弊案 还有政治现金一云的这个柯文哲 他到底会不会被延压呢 后天就知道 不过最近热门的新闻话题 根据周刊今天的报道 柯文哲竟然有18笔新的收费的金油曝光了 还有局质徐子瑜 他在云端刑事例也被破解了 所以换句话讲 从刑事例里面周刊说 记录他曾经陪同柯文哲到威京集团 去拜会沈庆庆两次以上 尤其2020年他们密会了以后 黄珊珊 邱晨远等白衣营的大将 也收了沈庆庆的政治现金 黄珊珊在进华城中 到底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现在大家都质疑也都在问他会不会被讯问呢 另外我们要来看看在立法院 自从宪法法庭判决国会扩权法案违宪了以后 蓝白两党好像在玩游戏 输不起的小朋友一样 玩游戏输不起的小朋友 那是怎么样 就是哭哭闹闹吵吵的嘛 所以现在他们不但吵说要修宪述法 要对付大法官 还有兰尾竟然说 没有遵守宪法法庭判决和四宪案的这个义务 这种讲法会不会太离谱 那人民能不能讲说 我们没有遵守你立法院通过法律的义务 可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这些立委会不会太胡说八道了 而且胡说八道过头了 这些是叫做博士吗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个士可能写错了吧 下面比较长 什么意思 博土吗 很多的议题 网友们都在讨论 我们更深层的分析来让大家知道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二是我们的资深媒体 我们的邱明玉 明玉 永哥好 大家好 来我们台湾医师法律学的执行长 罗俊轩 罗医师 永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我们的国民党请发言人 萧敬妍 敬妍 永哥好 大家好 来 再来我们的立法员叉宇 永哥好 大家好 来 我们的资深媒体员 林玉玉玉 晓芒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政治工作者周轩 周轩 永哥好 大家好 去拜会审庆经 到底去几次 柯市府到底有哪一些人去呢 现在大家都在问 我们来看个相关报道 民中党主席柯文哲 日前曾经承认 和威京集团的主席沈沁金 曾在桃珠影员唱过歌 不过呢 周刊在爆料 两人曾在这里 也就是威京集团 在台北市东兴路上的总部 见过至少两次面 根据周刊报道 柯文哲随行秘书举子 和沈沁金亲信朱雅虎 都牵涉其中 除了遭到羁押的朱雅虎 咬出2020年2月 曾有一场市长市秘会之外 检方还从橘子被破解的 云端行事例 发现两次以上的会面 都在威京总部 上头还著名 雅虎来街 传出橘子 每次都和柯文哲 搭着柯文哲的坐车 到集团地下停车场 再由朱雅虎下楼接应他们上楼 感觉好像是北柬已知用火 因为那个行程 中央党部里面有很多人都看得到 没有故事可以写 总是要制造一些悬疑跟紧张 前一天 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 陈志涵才替他喊冤 那个行程秘书我们都认识啊 他就是平常跟着柯辟跟进跟出 橘子从头到尾参与精华成案 不理国内的千呼万唤 橘子至今迟迟未归 传出柯文哲林姓前随护 上周三曾到日本旅游 一度遭质疑会不会和橘子密会 后来追查发现林姓随护 去的是四国不是大半 但眼看金华成案进入关键一周 除了吴顺民之外 在押被告陆续开严押亭 减掉持续和时间赛跑 追查真相 周刊报导 柯文哲疑事有18笔 18笔的受费金流 那现在曝光了 是真的这样子吗 等一下 我们的名誉会告诉你 不过我们先来关心一件事 回头 再来看这18笔的受费金流 到底是不是真的出现了 朱雅虎还有沈庆青 曾经到市府拜会吗 有啦 当然有 黄珊珊说 前官员打招呼很正常 问题是 他们的拜会所谈的事情不正常啊 内容才是重点啊 拜会路上也会碰到啊 所以这个拜会 我们应该看的是在哪里 应该是在内容 还有柯文哲那18笔 所谓可能的受费金流 到底是什么 每一个人也都在问 所以明律 怎么先来看 朱雅虎沈庆青 到市府拜会 她说只是打招呼 真的只是打招呼吗 是我们先来看 就是说北检 在延压柯文哲的这个新闻稿里面 就有讲到说事实上除了这个橘子 还在日本没有回来之外 另外她讲说有多名的旧部署 还没有约谈 那今天周刊就直接点名 这个两个所谓的旧部署 一个就是黄珊珊 另外一个是蔡壁如 那周刊今天最新的爆料 是点到说黄珊珊 原来她早在2020年的2月底 就是在应小威3月10号的便当会之前 而且原来沈庆金就跟这个朱雅虎 就早上就去先拜会了 这个柯文哲跟彭震生 下午竟然就跑去跟这个黄珊珊 这个去密会 所以这个是今天周刊最新的爆料 原来2020年的2月底 沈庆金早上先见了柯文哲 下午再见了黄珊珊 而且我想要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如果是前官员 他去拜会市长的时候 同时去跟副市长打个招呼 那应该都是在早上 为什么下午才去拜会黄珊珊呢 为什么呢 对为什么呢 所以黄珊珊要讲清楚啊 这个是非 而且黄珊珊你不能就说 因为我跟朱雅虎是旧事啊 不是这样子的 朱雅虎还带着沈庆金 去跟你在这个办公室会面 而且黄珊珊今天的回答非常好笑 她说我的办公室外面 做了七八个秘书 所以这个叫做拜会 不叫秘会 不好意思 这七八个秘书是坐在外面 沈庆金跟你是在办公室里面 这还是所谓的秘会 你们谈了什么 你总是要跟大家讲 结果黄珊珊她讲什么呢 她说这个是别人说了 我就不回了 她说有的话呢 那北检都有资料 不必故意影射 不是啊 现在是大家都已经这个找到 就知道说你跟这个 这个沈庆金有秘会 那你总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你到底跟朱雅虎跟沈庆金 谈了什么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看 她说拜会跟秘会是两回事 可是你确实是秘会 而且今天还有议员直接讲 说她二月底的这场 所谓的这个拜会秘会 其实根本就没有登录 他没有登录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不是像这个黄珊珊 讲的什么朱以前 是什么市府官员 跟市府过来打招呼 拜会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是不正常的 好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个 你知道今天有讲 那个周刊有讲说 那个政治现金 是不是跟这个新华城 有所连接 我要讲的是 我觉得黄珊珊 她非常的厉害 她根本是有备而来 她接好八点钟 早上八点钟 她就已经发了新闻稿了 她把所有当时中工 全部捐给的议员跟立委 全部通通都哼不浪浪都列出来了 所以她早就喘变变 她就等着你周刊要讲我 你讲我八点钟 她马上就去查 马上就把她写出来 她说有油耗 黄敬平 王欣宇 邢慧珠 耿威 张思刚 黄珊 黛珊 戴琪清 林芝妙也有 另外在这个二零二零年的选举 立委选举当中 也有给了邱毅盈 陈丽娜 黄柏林 江友昌跟沈智慧 她这篇新闻稿的目的 把大家都拉下水 就是要跟你讲说 第一个这政治现金 她认为这个是合法公开的 那第二个 就是说蓝绿都有 所以你也不用通通讲我一个 但是我还是要讲 我觉得她厉害 她果然就是有备而来 就不怕你不报 报了我马上就回应 那回过头来 除了说讲这个政治现金计划 其实我们要讲 就是她今天不管是中工 或者是说那个威精捐给她 其实这个大概是二十万三十万 这个钱没有问题是合法的 可是她的猫腻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 她的这个猫腻是说 为什么她捐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是所谓的政治现金人头 今天呢 周刊就直接找到了 这个金额八十万 虽然这个钱不多 钱不多 但是她捐款的方式 非常的奇怪 她用两个人 一个是中共的保全经理 高明洪 一个是金华城的会计 陈慧玲 我们首先先来看 高明洪这一块 高明洪 你看中共保全经理 我不知道她薪水是多少 但是看起来不会很多 可是你看她从二零二二年 一路到二零二四年 然后他总共捐了多少 他总共捐了七十万 他总共捐了七十万 我一个一个 一个保全经理 他捐给台湾民众党 还有相关人的 他可以捐七十万 他是多爱多爱 台湾民众党 而且听清楚 只是保全经理 不是Engineer 也不是CEO或CFO 都不是 是保全经理 他这也太爱了 我们只能说他非常非常爱民众党 他捐给民众党就三十万 黄珊珊选举两万八万 八八到一共是十万块 邱晨远捐十万 柯文哲总统选举捐十万 陈婉慧捐十万 他三年下来捐了七十万 那另外一个 这个更夸张了 这个是金华城的会计 陈慧玲 他是你看 他基本上是每隔一段 每隔两三天 十一月二十六 十二月六号 八号十六十九 二二二二九 然后一月一号跟一月四号 就捐了一万块 这个人 如果他真的是正常的话 你觉得他是超级粉丝 基本上他十二月六号领到钱 我有一万块了 我就赶快去捐给柯文哲 八号我拿到一万块了 我赶快捐给柯文哲 十六号我也赶快捐给柯文哲 这真的是超级粉丝 我们看十二月六号 隔两天八号也捐 再隔几天 再隔八天十六号也捐 再隔三天十九号也捐 再隔三天二十二号也捐 再隔七天二十九号也捐 再隔两天一月一二号也捐 再隔三天再捐 而且每一次捐 都是一万两万 然后最最离谱的是 全部用现金 对 所以他这个人真的太爱柯文哲了 就是我领到钱 我有钱 我身上有钱 我就要捐的 我就一定要捐给柯文哲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捐款非常夸张 但是呢 你说多爱柯文哲 他刚好捐到十万块之后呢 他就停了 他就没捐了 那为什么这十万块 他不用汇款了 一次就解决了 所以他拆 等于说他就是拆成现金 但是现金 现金 现金 你看这个是用汇款 好 这个是现金 对 所以重点啊 重点就是十万块了 十万块 那看起来他就是拆 我听到一个说法 是说他基本上是 就是有汇 汇给 不管是民众党怎么样 汇给十万 但是但是他们 这个民众党就很怪 就想要把他拆 拆成好几笔 就拆成一万一万一万的 那总而言之 这个就是很像我们当时的那个人头啊 有没有 就红中白啊 两百一十万 朱雅虎又把他拆成七个人的人头 所以这个为什么就说是政治现金人头 不管是这个保全经理或者是会计 看起来就是用人头的方式 就是分别会给了这个民众党跟相关人等 那最后要讲啦 最后讲是Grace 他今天讲说柯文哲 是不是把民众党当成洗钱大平台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除了政治现金专户 有超过三百笔的可疑现金之外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 这个民众党的议员 他叫做徐慈琛 徐慈琛 他也出来爆料 他是讲说当时呢 在这个二零二二 在这个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邱佩玲 邱佩玲当时他就有说过 他非常欣赏赖湘林 所以他当时带着赖湘林 跟他们包括徐慈琛这些的议员 就带他们去拜会这些大老板 包括有金格的 然后有美琪的 这个大老板企业主 然后我觉得真的要学起来 邱佩玲在走的时候 就有跟这些企业主讲说 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一下赖湘林委员呢 这个讲法真的非常有艺术 要学起来 所以后来呢 后来这个大家都知道 结果就是后来 赖湘林跟这个徐慈琛 他们都说没有收到钱 所以徐慈琛他非常神奇的 第一个点是说 他认为他选举都没有接受到 民众党的帮忙 他自己选举选的苦的要死 后来赫然发现说 哇 柯文哲有这么多的 这个选举现金的捐款 但是他一毛钱都没有分到 他们当时有去跟党中央哭穷 党中央一毛钱都没有补助他们 第二个他想要郑重的警告 柯文哲 如果未来的那个USB解密啊 如果他的名字有在上面的话 他会非常神奇 真的是不排除提告 因为他会觉得说 天哪 柯文哲你把他们当人头啊 你这个就用我的名义去跟 去跟这个企业主要钱 结果企业主明明就是要捐给赖湘林 企业主也许要捐给议员的 但是这些钱反而是进了 柯文哲的USB的这个内帐里面 他们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议员候选人 真的有利用他们的名义说 要给议员候选人一些政治现金 所以企业主也给了 可是这些政治现金没有到他们的手上的话 那个问题可大了 这就是又是一个侵占 不过在这里 小放 我比较有趣的是说 黄珊珊说这么多人都有捐 他说蓝绿都有啦 蓝绿都有 其中他特别念出两个绿的是 邱毅云跟江永昌 问题是这两个有涉入你们金瓦城吗 没有啊 所以啊 黄珊珊炮蓝绿十三个人 收威京政治现金 简直别说 你不要建小灯手机泼脏水啦 为什么 其他人没有权利给沈庆经容积奖励 黄珊珊 你是可以给柯文哲建立的 你是有实质影响力的 所以不敢讲 那就是密会啊 你到底有跟沈庆经谈什么啊 所以这才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重点 另外当然这么多的重点 大家看到莫名其妙的时候 龟雷史说 哎柯文哲是不是把民众党当成洗钱大平台 媒体报导直指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有预三百笔的可疑政治现金 三百笔 但他看到这些就让他觉得很奇怪 非常诡异 为什么会每隔三两天就会 就不是会哦 就给一万块现金 给一万块钱 给现金是要到现场去给他呢 是 那你为什么不会就好了 他要跑十趟 要找十次 哇 真的 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 我先来讲 其实我一般来讲 因为我自己是女生 我觉得我周遭的女性朋友 其实都很讲义气的 但我最近看到两个女性的政治人物呢 超级不讲义气 那人家一抖他 他马上把脏水一泼 就往自己的同志身上拨 第一个就王洪威了 王洪威人家讲到说 他有收到谁的政治现金 没有哦 谁谁谁谁也都有收到 第二个就是黄珊珊 人家说你有收威京的这个政治现金 他说没有哦 谁谁谁也有收哦 其实刚刚简淑培讲得很好 你说邱毅营 邱毅营是在南部的一位的这个 区域的一个立法委员 他跟威京 其实是跟金华城有非常远的关系 然后江永昌呢 江永昌他是在这个新北市 而且现在他也不选了 你把人家讲出来 老实讲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够意思 你应该讲清楚的 就是小玉刚才所讲的 在2020年的2月那一个下午 为什么当朱雅虎带着这个沈庆金 跑去偷偷跟柯文哲碰面之后 下午为什么去找你 然后你顺便再告诉我们 为什么就在你们碰面 你说不能够讲秘会嘛 因为外面有七八个秘书 好就在你们碰面之后 隔了大概十几二十天 为什么应小微的那个便当会 马上奏效 然后开始金华城 就一路开绿灯 乒乒乓乓的一直冲 然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每一次当柯文哲 对于金华城要下重大的 这个指令的时候 你黄珊珊都在那个会议里面 做好做满 你虽然没有签公文 你虽然没有签名 但你在这个会议当中 你代表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给柯文哲意见 这是你应该跟我们讲的嘛 你既然会讲出来谁谁谁 又拿威京小沈的这个政治现金 你应该真正要告诉大家的是 为什么今天当周刊爆出来说 你有收到审庆金的这个政治现金的时候 你去讲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他心虚啦 第二个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合常理了 我们啊 这个我就算收到通告费 我有时候可能都花掉 来不及像这个 佩琪姐姐的那种 那个ATM存款数 我也听不到那个 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 那可能都已经花光了 可是怎么会有一位会计 他可以在这么密集的天数 每一天拿一万块 拿一万块 拿一万块去存 他难道是在民众党的 柯文哲的竞选总部里面 在上班吗 你是在柯文哲的竞选总部里面上班 就有个可能嘛 他在柯文哲的竞选总部里面上班 才可以这么方便 常常去捐钱嘛 那现在看起来不是啊 你的身份是威京的会计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嘛 那我们就总计起来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 为什么柯文哲你最不合理的地方是 我们都知道政治人物的这个政治现金 像这个我旁边的蔡逸宇 一定是大家收到都是汇款嘛 对不对 在不然就是我们办 比如说总统大选 我们办那个募款小物的时候 我们现场卖 或许会有少部分现金 但总体来讲 大概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 我们看过很多统计 全部都是汇款 是你柯文哲告诉我们 我把我的经验也跟大家做个分享 当我的竞选总部成立那一天 我告诉他那一天啊 现金的捐献会最多 为什么 因为我竞选总部成立 我一定请亲朋好友 还有说好朋友 大家来鸡子给他画动算嘛 大家来的时候就顺便什么 三千两千或者一箱水 甚至以前可以抽烟 抽烟的那个时代 有时候一整箱的香烟就过来 那一整箱香烟价值多少钱 一万多块 以前长售的 然后马上写个红绑都贴在这里 参与五千 你预会三千都贴在那里 红单子都贴在那里 那一天的政治现金 现金会比较多以外 其他都是陆陆续续 都是陆陆续续 可是很少看到同一个人 连续 每隔个两三天 就来捐个一万块现金 这个倒是真的 不合常理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因为柯文哲的 他的整个的政治现金的结构 不合常理的原因 是因为柯文哲 他过去非常非常瞧不起现金 他认为说 你用纸钞 用铜板 这个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象征 他过去曾经说过 结果呢 在他的所有政治现金 超过90% 全部都是现金 现金的意思 就是等同于 刚才主持人告诉大家 我要拿白花花的钞票 到你这边来 你要登记 那你要开给我收据 所以这太不合常理 更何况是这个 明明你可以用一笔十万块的来处理 你为什么要一天一天的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整个民众党到目前为止 从监察院把你们的政治现金退回去的那个四月 一直到现在十月底了 已经半年了 你们到现在都还说不清楚 大家怀疑的地方 所以有选举经验的现场 看一下 有两个 有两个 一个是静言 一个是易宇 不过易宇选过次数比你多 所以你来看看 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怪怪的地方 黄珊珊把大家通通拉出来 拉出来了这么多人 百分之九十都是国民党的 硬拉出两个民进党的 一个是邱毅营 一个是江永昌 邱毅营他在南部啊 他跟北部没有交集 江永昌虽然在北部 他这次不选啊 所以啊 那表示他是以前捐给他 可是江永昌也没有跟这个有任何关系啊 是啊 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基本上 如果说企业 然后捐给政治人物十万的金额的话 然后这个申报的话 是甚至现金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以黄珊珊他的答辩说 这是政治现金 我会相信他 但是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从这里的整体的一个汇款来说 就是回到刚刚的那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说 黄珊珊他是做两次 这个中工的这个保全经理 他是做了两次的两万块跟八万块 那民众党的部分 他是用十万块 要分为三次的汇款 那邱成远的时候汇款 就是你看最奇怪的 就是遇到柯文哲 遇到柯文哲的时候 就是用现金 奇怪 对哦 汇款 这都是其他的人 黄珊珊民众党邱成远 陈婉慧十万块的也是用汇款的 但是在这里 对 一样是中工的保全经理 对 中工保全经理捐给黄珊珊十万块用汇款 捐给民众党十万块用汇款 捐给邱成远十万块也用汇款 捐给陈婉慧十万块也用汇款 可是只要碰到柯文哲就现金 没有错 然后在陈慧玲这个会计的时候 对 所以这个从这里可以捐出一些美杆 就是说十万块这个给选举的人 然后然后有申报 这个是政治现金 这不会有问题 但是看起来就是说 是不是整个这个金华城跟柯文哲 是有一定的默契 这个默契就来自于说 他们因为跟柯文哲有这个讲白的 就是金华城的这个对价 这个图利的这个行为在先 有容积 对 有容积 奖励 足力给予 足力给予 所以有已经有这样的行为在先 所以他用这个当人头 对 所以后面 没有我意思是说 也未必这些变成 这两个是人头 高鸿铭跟陈慧婷 应该是人头没有错 但是对于邱成远 陈婉慧 甚至黄珊珊 他们是政治现金 至于这个政治现金 讲白的就是柯文哲要给黄珊珊的 或者是柯文哲要给邱成远的政治现金 只是说 这一个金华城 也就是沈庆青这里 金华城已经变成柯文哲的小金库 哦 当然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变成说柯文哲可能会就跟沈庆青 就是跟金华城去说 我这些人要选举 包括我民众党也需要钱 所以你们用政治现金的形式去汇给他 那遇到柯文哲的时候就说 可是如果你要汇给我 因为我们就中间会有对价关系 所以我希望你不用汇款的 你用现金的形式 这样的话多少可以再规避 因为一种现金存入的 看起来像是本人去做的 不会像是说汇款的方式 所以他都在柯文哲也可能程序再多复杂一点 你规避人家去把他查出来 所以如果你这样单笔去看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发现说 这里面有怎样的蛛丝马迹 你把他整个勾起来 就会发现说 你看都在柯文哲的地方 他会把他拆得更小心一点 那其他人就是很单纯的上限十万 因为一个人捐给候选人的单笔的上限就是十万嘛 所以我去捐给这个人 我用汇款的 他用政治现金的 所以现在黄珊珊 他去理解这一笔金钱的时候 如果是他跟中宫之间 中宫说要捐给他 那这个高宏明说要捐给他 那他知道那也许是政治现金 可是如果中宫这个人 根本黄珊珊不认识这个高明宏 他完全不认识 然后这个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是不是谁去指挥中宫公司 然后中宫公司就是跟金花城之间 然后他再去做这个汇款 那这就可能会变成行费的一块 所以我要让大家 所以这个很技巧 很有技巧 所以靖言 其实我在看这个的时候 我另外一个疑问 虽然这个表捐赠者提到是 中宫保全经理高明宏 问题是他是用中宫的名义捐的 还是用高明宏个人的名义捐的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简单快要查 如果是用中宫的名义捐的 那为什么是高明宏的名字 中宫的负责人不是高明宏嘛 对不对 所以显然的这个是用个人的名字捐的 金花城的会计 如果是金花城捐的 金花城的法定代理人不是陈慧玲 要开搜据 法定代理人也不会开陈慧玲 对不对 所以这应该也是用个人名义捐的 我先把这两个关系 简单跟大家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刚刚易宇讲的 只要碰到柯文哲一律用现金 包括在这里的十万块 明明高明宏捐给邱成远可以汇款 捐给陈慧玲也可以汇款 都是十万块 那你为什么捐给柯文哲也是十万块 你不同时汇款 你为什么要用现金呢 所以显然的碰到柯文哲都是现金 原因就在于 因为柯文哲他是台北市长 他跟金花城有利害关系 而当时邱成远 陈慧玲他们是立法委员 跟金花城没有利害关系 所以他们可以用汇款 他们可以用汇款 而柯文哲是台北市长 跟金花城的容积率的给予 有利害关系 所以用汇款 怕要用公威 所以就这样 那会不会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 让人家从这里找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在质疑 也就是刚刚易于 从法律观点来告诉大家的问题 就在这里 没错 从这阵子看起来 这些整理的表格 可以看得出一件事情 就是说柯文哲跟威晶级 也是跟沈慶晶的关系 非常密切 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是这个 柯文哲的长期饭票 为什么关系 我选举的时候 你当然就请人去捐赠我 我身边的人 我的党有需要 我下面的人 也就是说要选立委的这些人 有需要 你也需要捐款给我 看起来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讲这个很奇怪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陈慧玲 他捐给柯文哲的时候 你要改成用陷阱 我觉得这大概就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叫做陈慧玲有问题 一个叫做民众党有问题 为什么陈慧玲有问题 我们先假设 今天陈慧玲 他要捐款给柯文哲 是受到 他的这个上级指使 希望说 你帮忙捐款给柯文哲 先假设这个成立的话 那陈慧玲 受到这个指示之后 我必须要去捐 现在看起来 这个拆成总共九笔 总共是这个十万块钱 他把他拆成这个九笔去捐 那其实他可以直接就直接做一下 他直接就是直接汇款十万块进去就好 这很单纯啊 他拆成现金要嘛就是说 他可能老板交代说 你要帮忙我去捐 他可能这个心生畏惧 或者心生恐惧想说 糟糕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违法的问题 就我去查一下政治现金法 政治现金法有规定吗 就是你如果要匿名捐赠的话 你是这个要一万块钱 超过就不能匿名捐赠 然后如果你是这个十万块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汇款的方式 所以他可能读得一知半解 他就想说 不然好了这个我一天去汇一万块 然后后面可能比较忙 那一次又汇了两万块 然后进去 结果他可能忘记勾匿名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傻傻的 他可能去这个 他本来捐现金是想要匿名 结果忘了勾匿名 所以名字又出来了 因为讲真的一般人收到 大家如果你有捐款过 讲真的一般的民众 如果你有网路的平台操作 或者是你去这个银行的话 你去银行的话 那个行员会说 你要留下联络资料 你可能就想说 这个是应该要留 不过看起来 这个不是汇款 因为如果经过银行的话 这不管你匿不匿名 汇款名字一定会出现 所以显然这个应该是到现场 给一万块 对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就是民众党有问题 为什么是民众党有问题 大家还知道 我们之前在讲民众党 一堆账目有问题 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有 跟大家交代清楚 会不会有可能实际上 陈慧玲是以他的名义 真的就是捧了十万块 去给民众党 甚至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给了民众党十万块 然后民众党为了想要 一方面可能想要让账目看起来漂亮 你看我们一堆小额捐款 然后这个我们支持者 很多都是小额捐款 果然这个都是小草 我们没有靠财团 他们可能想讲这件事情 所以故意把它拆成这个九笔十笔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他们这个收了之后 这个不知道要找谁 不然陈慧玲来当人头好了 这个把他算在他头上 然后全部都写这样 十十十十十二十跟十 只是没有想到发现什么 就是发现最后政治现金案的事情 也爆发 然后金华城案爆发 检调去查之后才发现 陈慧玲跟这个金华城之间的关系 现在这件事情才出来